记者政委其台北报道,受热带性低气压影响,台湾多处传出烟水灾情,中华邮政公司表示,将提供快速理赔,相关保护保全和防贷护关怀措施。 中华邮政表示,因豪大雨不幸罹难保护,由理赔受益人检据证明文件,经确认后签名及改章于相关单据上,即可于邮局先行领取基本保额理赔款。 对于受伤保护,经确认住院填述后,可先申请其日额行医疗给付,且申办理赔所需减负文件,均可日后再行补齐。 另外,将实施宽严缴交纳保险费与新增保当借款免息措施,即日起至今年11月30日至,若因存款不足无法转账扣交保险费者,于宽限期间借满,保险费到7日起满三个月,后,保险费在给予三个月延长宽限期间。 新增保当借款免息方面,即日起至今年11月30日至,受灾保护可申请新增保当借款免息三个月。 防贷户优惠措施方面,即日起至今年11月30日至,受灾防贷户可申请一年宽限期,宽限期间只付利息免还本金。 受灾户若符合本公司相关规定者,自灾害发生日起算三个月内,可申请小额修缠房屋贷款,借款额度在20万元至50万元间。